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由照样为您带来的体育要文的回顾节目 那么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几天在中国大陆的体育圈一条比较最重磅的消息啊 那就是中国篮鞋的主席姚明是辞去了篮鞋主席的职务 那么从2017年的2月份举行的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 姚明是首次当选了中国篮鞋的主席 那么到2024年的10月底姚明提出辞职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应该说姚明也没有逃过与中国篮球掌门人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七年之仰 那么姚明这七年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呢 其实这个也是姚明最大的痛点所在 据湖北经济学院的教师财经博主微博大V老牛佛眼看市场的总结说呢 那么在姚明担任中国篮鞋主席西烟呢 中国篮鞋的成绩并不理想 在2019年的世界杯上 中国篮鞋是作为东道主并未直接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那么在2021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呢 是接连败给了加拿大和希腊 是确定无援东京奥运会 在2022年的亚洲杯呢 中国篮鞋在四分之一决赛是北厘巴嫩淘汰 2023年的世界杯呢 小组在三场败后呢 中国队是未能牺牲奥运 所以呢是连续两届无援奥运会的赛场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会呢 中国男篮是在半决赛是被菲律宾逆转 失去了未免的机会 所以啊在姚明上任的至今的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啊 那么中国女篮呢 是还算是给姚明撑了面子啊 那么他们是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亚军 那么2023年亚洲杯的冠军 2018年亚加达亚运会的冠军 另外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也是在家门口未免了冠军啊 所以呢 中国篮球啊应该说是呈现着一种 因胜阳衰的这样一面啊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姚明的继任者是谁呢 那么中国篮球的新掌门人将会把中国篮球带往何处呢 那接替姚明呢 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篮协联合党理书记 中国篮协副主席郭振明 那么他是从2022年初开始进入中国篮协 开始与姚明共事 应该说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 而对于郭振明的这个评价呢 腾讯网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也意味着 在过去八年以姚明为首的领导团队 实行的这个管办分离的尝试呢 是彻底宣告了失败 那么这也看出啊 就是说中国篮球啊 这个体育的高层呢 是决定啊重新走回老路 那么继体制内人士出任篮协主席的传统 而根据网友的评价则更加贴切啊 因为这个郭振明啊 他跟篮球可以说是长期没有关系啊 那么从他的履历来看呢 就说白了 就是跟中国篮球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个管理人员 对此呢 招阳感觉其实就是从郭世强开始出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开始啊 我就已经觉察到了这样的苗头 因为姚明啊 在他还有话语权的情况下 像郭世强这样的一个体制内干部同时呢 又出任教练员的角色 他是不会受到重用的啊 尤其是在国家队层面 那么姚明呢 要的就是管办分离嘛 这种体制的改革 但是结果呢 就是中国当然太不给力啊 姚明呢 也是回言乏术 是真服不起这个阿斗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说出一些结论上的话了 就是说中国体育篮球啊 不管是足球啊篮球啊 都开始全部的重回体制管理之路 那么中国体育呢 全面的左转已经是成为了这样一个定局 那么这样是有没有好处呢 也许成绩上会有所提升啊 但是给人的感觉呢 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北朝鲜 就是我们在巴黎王会上看到 这样的选手出来以后呢 他的这个作风啊 是非常的硬啊 然后呢 打法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呢 他可能会出现在世界舞台的机会啊 会越来越少 也我们目前能看到的 也就仅此而已了 好 今天给您带来的第二个消息啊 都是跟下课有关啊 那就是曼联队是官宣了 他们的主教练腾阿赫 是现任曼联主帅的车 那么 范尼斯特鲁无一呢 将会以临时主教练的身份 设计带领球队啊 那么俱乐部呢 也将会去寻找一名正式的主教练 而在不久之后呢 曼联会宣布啊 就是说葡萄牙体育的主教练阿莫林 那将会是这个新主帅的人群 作为一名利物浦球迷啊 应该说是利物浦也曾在赛季开始之前啊 与阿莫林是传出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啊 甚至呢 很多球迷都已经觉得阿莫林就将会入主安菲尔德了 这个已经成为定局板上钉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是突然从荷兰传出了一个名字 叫苏洛特 这个剧本我觉得简直有点 我太过熟悉了 那么其实我在另一档节目当中啊 我也多次提到了 曼联俱乐部的新老板啊 在上个赛季啊 就是致力于完成俱乐部上层的这个改造 那么这个赛季呢 就要开始在球队层面进行动手 进行着手改变了 果然啊 荷兰人是成为了被开刀的第一人了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斯洛特在利物浦取得的成功的 这样一个示范和催化作用 那么他呢 是证明了小球队的金融主帅 同时也具备了执掌豪文的能力 那么滕海赫呢 2022年7月出任曼联的主帅 执掌曼联两年半的时间啊 是率队夺得过一座组种杯冠军 和一座联赛杯冠军啊 那么 两个赛季的曼联的联赛排名啊 确实非常惨啊 第一个赛季稍好啊 排名第三 而到第二个赛季就排名第八啊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 英豪联赛已经过去了九轮 曼联是输掉了四场比赛 积分啊 是11 暂时是位居第14位 而在欧赛 欧联的赛场呢 也是三战三平啊 呃 所以长次下去的话 曼联在本赛季将会是远流战 甚至是陆路的呀 那么这样呢 对于俱乐部和球迷来讲 将会是无法接受的吧 所以说呢 俱乐部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裁掉了这个 邦哈赫 那么至于说代理主帅范尼 想要转正的决赛啊 我觉得啊 大概率是不会成为现实的 首先范尼啊 他并不是 他虽然曾经效力过曼联 也曾帮助过曼联拿下过联赛的冠军啊 但是呢 他并非是曼联928的青春嫡系啊 所以和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索尔斯科亚的待遇啊 肯定会有所不同啊 他是不会受到福格森的亲爱 所以说在俱乐部层面和球迷的这个群体里边啊 受到的支持啊 应该说是不会再多数啊 因为其实邦哈赫他也是在爱 那么所以说 还会祝福曼联队跟阿玛联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吧 好 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啊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